对于开心麻花这个团队,相信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吧,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喜剧团队,沈腾,艾伦以及玛丽,都是属于开心麻花的演员,当初他们主要一直活跃在话剧节,这几年电影市场发展十分迅速, 于是早在几年前他们就已经开始进军了大荧幕了,并且给我们带来了不少优秀的作品,虽然作品的成绩都不错,但是口碑却开始两极分化严重,当初的夏洛特烦恼,还有驴得水都是口碑爆棚的电影,可是后面的羞羞的铁拳,以及西红柿首付虽然成绩出色,但是口碑这一块却比不上夏洛特烦恼以及驴得水了,有网友说开心麻花已经忘了本心,因为靠电影尝到了甜头, 于是就开水疯狂拍电影赚钱,也有网友说他们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大卖,说明喜欢他们电影的人还是很多的,而且一部电影是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期待的,不管怎么样,至少开心麻花的喜剧电影,每一次都可以让发自内心的笑出来,这就够了。 马上九月的时候开心麻花团队又有一部电影,叫做李查的姑妈,即将和我们大家见面了,顾宁斯一主人公,就是李查的姑妈,主要讲的是李查的姑妈,是一个寡妇但是非常有钱,所以一次在李查的订婚仪式上,一群盯着李查姑妈的财产的人聚到了一起,然后发生了一些猎蹄笑皆非的故事, 这部电影九月三十日上映,而且少不了沈腾的加盟,准备进军国庆党,但是国庆党的竞争非常激烈,所以到时候李查的姑妈,到底能否脱颖而出,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吧,如今,沈腾新做李查的姑妈还未上映,开心麻花的另外一部电影作品,又已经开始登记备案了,马上就准备开拍了,这部电影叫做不完美的意外,目前除了知道编剧是黄莹之外, 其他的一无所知,这部电影主要讲述的是阿南和萌萌是大学情侣,同居很多年了,正当萌萌以来两个人的感情快要被日常的琐事消耗殆尽的时候,阿南却和自己求婚了,萌萌的闺蜜家喻和支持,给了萌萌两种完全不同的建议,萌萌到底会做何选择? 这部电影的备案消息被传开之后,不少网友纷纷预测这部电影,二十亿票房又问了,毕竟纵观开心麻花出品的电影就没有哪一部低票房的,所以这部电影的票房想必也是非常高的,不过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,我们就拭目以待吧,也期待一下沈腾新做李查的姑妈吧,对于沈腾新做还未上映,开心麻花又一电影将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